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北京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全部亮相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 十组花坛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 以小小红船到微微巨轮为设计线索 展开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在北京东长安街的建国门和东丹 五组立体花坛展现了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事件 东长安街这边主要是展示的是过去 从建党建军这些历史性的一个题材 为了更好地展现长安街的立体花坛 社科院园林绿化方面的专家 共上百人参与了方案设计 在有限的场地内 抓住建党百年重要节点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 用清晰的脉络展现出来 比如在东单西北角近现代题材的改革开放花坛 以小港村牌楼深圳城市剪影为主景 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不断向世界打开大门 华夏儿女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西南角的走向世界花坛 以鸟巢 冰丝带和世界地图为主景 配以冬奥会吉祥物 以及我国举办或参与的重大国际活动标识 体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伟大的祖国阔步走向世界 通过这样的一种拔地而起的这种态势 来表现我们中国从此站起来的这么一种气势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北京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中 西长安街的五组花坛展示了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西长安街的五组花坛 分别以人民至上 全面小康 创新发展 美丽中国 扬帆启航为主题 在西南东北角人民至上主题立体花坛上 医护工作者 人民警察 学生 推婴儿车的母亲 打太极的老人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栩栩如生 吸引了多位市民在此拍照留念 西南东南角的全面小康花坛 以湖南省花园县十八栋村 旧冒幻新颜的幸福生活为场景 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 全面小康花坛主要是描解十八栋村的绿水青山 地面花位也用了金鸡菊 叶巨花等等 制造一种花点的效果 后边有一些花树 树像也是树火雷雷 通过立体的平面的来展示十八栋村 旧元万新貌 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 欣欣向荣的一个场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全市园林绿化系统 通过绿化整治 绿化提升和花卉布置三大工程 在重点区域 重要道路沿线 布置立体花坛及景观小品一千余个 花拨容器花卉七千九百余组 花香一万余个 地灾花卉三十二万平米 营造 整洁优美 花团紧簇 绿意盎然的城市景观氛围 中文字幕不包括